哈喽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在最顶端点进去,可以创建自己的圈子,也可以关注自己感兴趣的圈子。2016年底发生的支付宝圈子事件应见不远,这是阿里又一次进军社交吗?圈子负责人加鲁本名罗峰对列云网记者说,我们一开始就没想做社交,圈子在丁丁的内部定位是数字化社群运营平台。 丁丁CEO吴钊本名陈航介绍,丁丁圈子并没有非常明确的用户群界限,不同行业,不同群体都可以用丁丁圈子来进行社群的数字化运营,这跟支付宝当时基于社交逻辑突击上线的圈子功能,是有本质不同的。 圈子何来?丁丁的产品逻辑是实用第一,解决问题才是关键,因为丁丁最早的团队,很多人来自于2014年溃败的来往,那次失败让吴钊看清了一件事情,脱离用户和市场的单纯YY是没有生命力的。 我们再来往死过一回,现在比较清楚的知道,不要自己凭空想象,要坚持和用户在一起,产品要从企业里来,到企业里去。 圈子的上线,是因为加卢团队在一年前,想要解决秋叶PPT的CEO秋叶提出来的教学体验不爽的问题。 秋叶每次做网课,老师要给学员一个个兑换听课码,上课前还要一个个拉进微信群,看教学安排需打开石墨文档,听课要跳转到小额通页面,教作业再打开经打卡小程序,下载作业的请出百度网盘,这一套程序已经够繁琐了。 最要命的是,不少学生在每个小程序里的昵称不一样,老师有时候也不知道打卡的张云妮是不是教作业的提拉米苏小咪咪。 秋叶说,学员也都抱怨这教学模式太绕了,圈子团队的初衷是想帮秋叶打造一个有效的、专业的、无缝的教学闭环,让学生与老师专注在一个成型的教学环境中,改善他们的使用体验。 为此,圈子设置了很多功能板块,既可以看教学通知,下载课程作业,还能看老师直播,教作业,这样,解决实际问题的功能有了,问题也就解决了。 基于此,以教学环境为目的的圈子也形成了,还延伸出了老师与学生,学生与学生的社交互动场景。 记者发现,在丁丁APP终点开创建圈子,会有内部圈、商业交流圈、社群运营圈、英语教学圈等几种选项。 加卢说,丁丁一开始以服务中小企业为主的赶上疫情,很多企业从线下转型到线上办公,有了相似的需求。 内部圈是想关联企业内各部门的工作,也能帮助他们构建企业内部的组织文化厂。 河北新极农商银行的苏金介绍,新极农商有39个支行,400多员工,最近在圈子里搞了一个手机摄影大赛活动,进行的还挺顺利,大家都愿意把自己拍的一些作品发上来。 412人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参加,当然了,这个能搞起来还是在于参加门槛比较低,还有我们的奖项激励做得不错,一等奖1000元。 苏金强调,新极农商还在圈子里做了品牌文化,员工生日会和每天读书一小时的活动,每天读书一小时目前来看参与人数不多,但圈子内部运营的确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。 比之前要好,如果企业内部文化的打造始终是自上而下的,员工是否会戴着面具在圈子中活跃呢? 加卢回应,敢用圈子做企业文化的公司一定很开放,他们支持员工自由发挥,我们对未来的构想就是要变革管理者的思维。 杭州吃喝玩乐圈子的圈主念念告诉记者,他们现在有8000多个用户,成员们在圈子里分享做好的美食,探索好吃的外卖与餐厅,疫情期间还办过云直播健身活动。 对念念来说,丁丁圈子是一种群家朋友圈家贴吧的融合。 吴钊表示,群是社群的即时沟通场,圈子是精华内容的沉淀互动场,圈子和群聊融合在一起,社群更有活力,更像一个整体,而不是各种零散工具的拼凑。 对于很多创业者来说,圈子意味着丁丁全面开放了私欲流。